县长林明珍在一元肖志全陪同下 前往水里乡新兴村会看道路、农路以及排水沟 其中针对新兴村设子段、金融路、挡土墙、排水不良以及道路下陷等问题 林县长指示公务处、农业处等单位尽数改善 以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县长林明珍在一元肖志全的陪同下 前往水里乡新兴村会看道路 农路及排水沟 同时听取相关单位简报 林县长表示 新兴村设子段450亿之山地靠农田下方排水沟紧临道路 因为长期冲刷造成多数崩塌 县府去年在下游处试做挡土墙已经明显发挥作用 为了避免用路安全受到影响 今年将针对上游处重新试做排水沟、碟水、浅坝 让水流更加顺畅 避免土石流失、影响农产运输 塑子段的亿虚 因为这亿虚过去都没有失锁 这个挡土墙都用气死没忌 所以年久已经石头都腐化 所以造成摊坊 现在看这条塑子段的亿虚有好几只摊坊 我们要来加强来做挡土墙 像去年我们下面这一段挡土墙都把它做好了 可以说非常的安全 排水各方便都让这些水流畅 要造成我们山坡地的土石和流失 保护我们这农民山坡地的安全 所以上面这一段我们今天来会看 还要再请顾问公司重新来评估设计一下 该做的我们就尽快地来把它设计 花宝施工 肖议员表示 新兴村地区巷农路因为当路狭窄 弯道会设不易 林县长同意拓宽 让车辆通行更加便利 摄子段排水沟工程 也请顾问公司评估改善工程 感谢林县长率水土保持局 道路养护科团队到水里实地会堪 关水堡这个部分 来到我们摄子段这个451地号这里 可以看到它是山坡地相当的陡峭 水沟S型来流窜 造成有些内坡的部分 造成很多地方掏空的情形 可能还要再透过我们测设公司 来到现场重新再作为规划 现场也当场答应 愿意尽快来请设计公司 把设计标做好 让我们工程单位能早日施工 保障摄子段这边山坡地的安全 林县长指出 新城村金龙路边坡下方挡土墙明显均烈 道路也有下线情形 将来可能有走山的危险 幸福将重新试做挡土墙改善 若将来陆基仍有滑动情形 将扩大工程从陆基源头处理 向疫情下方挡土墙改善 洞票 登场